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身邊有些人 是面對生活上的辛苦 其實有四種壓力 每人都有機會遇到 有病的朋友 甚至病是挺难掌握到的 所以有时候很彷徨的 经常等一些医学发炎报告 第二种是经济上的压力 我知道很多家长都在面对 如果我儿子在香港不能上去 外国很贵的 我也不知道支持他这几年 究竟我能否支持 现在就说有新入 这几年如果突然有事发生如何 这是一个彷徨 第三种是担心自己 可能经常都说 我什么都不记得 人家今天星期多 开始觉得很懵懵 有些退化的感觉 特别是想起的时候被人疾 生儿子不多,疾儿子疾女很多 所以慢慢觉得自己做人 好像觉得以前很精灵的东西 现在好像什么都不记得 慢慢觉得自己的作用 是不是一直在退化呢 这是压力 最后那种其实是最大的压力 就是你身边的人离开你 有时候不是说争吵 而是自然的离开 比如说他结婚 不跟你住了 你又面对一个因 甚至有时候伴侣病或者去世 最不开心的同学 好的朋友 他们又没有时间跟你喝茶 慢慢要习惯 孤零零的感觉 那种感觉是很不开心 有时候你觉得 你刚才说那些四样齐了 我觉得这次很值得你来参加 这个聚会不是给不幸的人 而是给一些很想帮助的人 特别教会有福音双周 如果你觉得很想带人去教会 其实听了之后 感到人生都不能控制到 很多人有限制 你看到有限制的时候 究竟如何活得开心呢 反而我相信只有教会有答案 是活得开心的 你在这个合一堂 随时问教友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告诉你 他有些事情 如果给你遭遇 你都未必能顶得住 但他们仍是回教会 有笑容 心情可以轻松 甚至很好睡 为什么 可能他拥有一样东西 是你没有的 就是他有平安 有一种安全感 所以这六次聚会 你记不记得名字 第一次就是 哀哭变成跳舞 第二次是什么 记不记得 有没有人记得 记不记得是什么 不怕 凶恶的讯息 第三次是什么 上次都说 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这次是什么 这次就是 他不推却我 他不叫 他的爱离开我 下次是什么 下次就知道了 有印了出来的 下次就是 神的慈爱在我眼前 最后是什么呢 最后是 显出 他的恩代我 他的憑据 你说余先生 为何你这么好记性 六十多岁 有贴士 有贴士 有猫子 带着 其实不是 很容易记 就是 跳舞 第一次说的 就是什么 就是活泼 他人很活泼 第二次讲座 是说什么 说凶恶的讯息 就是耳朵 上一次说 不叫你的脚摇动 就是脚 这次说 他不推我 就是手 下次呢 迟我向眼前 就是眼 最后一次是说什么 就是显出 神恩代我的证据 就是信心 所以说 哇 那挺容易记 是不是 很容易记 跳舞 耳 脚 手 眼 然后信心 你说 你堂堂都不用看字 其实有办法的 如果你慢慢学 你都可以 你绝对可以 上次有个 昨天有个朋友告诉我 我传了给他一至十 十段经文 他说很好记 是很好记 如果有一天 你心情很不开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念完 突然觉得充满答案 很支持自己的感觉 会出现 所以今晚值得你听听 到现在第四件事 第四件事 就是 他不推你 不推却你 你有没有试过推人吗 有 我想今晚你推了很多人 才来到这里 或者你被人推来这里 但是呢 推却 是很惨的感觉 譬如我教儿童心理 小孩在八岁 最痛苦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老友 排斥他 Daniel Goldman 在哈佛的研究说 童年 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 回到小学 第二年左右 发现到 被别人不要 你要的 你有没有试过去操场骂别人呢 喂 亲埋吧 亲埋吧 那边 那边的人 那边 你推一下 你回去找妈妈 我不喜欢那些学校 我不喜欢那些朋友 是吧 其实很痛苦的 你子女第一次的痛苦 是被别人不亲 不要 要不把他当是朋友 他当人家是朋友 他经常请吃东西 但那些人不当回他 你说他太久了 但老实说 这个经验 已经在我们一世 开始看人的看法 所以你看到很多朋友在这里 年纪大了之后 不信人的 我遇到很多小朋友 被别人排斥 我妨真的生气 我说 吃不吃东西 他就回答我 有那么好心 我就知道了 很伤心 他已经觉得人 不要靠那么多 所以不吃这些东西 其实有些人真的很难信任人 就是被别人拒绝的感觉 所以有些人 我相信大家都说 有些人是做推销 真的觉得被人拒绝的感觉 最初真的不好受 做基督徒也是 你叫人去教会 很多人都是受的 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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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 不在乎 看过 看过去 他就是去耍你 他不想去 那谁能不能推你呢 但是 这句圣经 是在诗篇66篇 第20节 我记得去年 在温哥话讲六天第十八节 这句圣经很多人看完之后很伤心 他说什么事呢 他说 我想是我自己注重了罪业 我做的事都很坏 所以他说 这个神必定不听我的祈祷 今晚讲的内容除了第一次来教会之外 还可能参加了几十年教会的人 几十年教会的人不代表 他们对这节圣经的感受是掌握到的 有很多人都说是不是我坏了 譬如当你患了癌症 有些人会说 我想上帝惩罚我 我当然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 其实你读心理学 每个人遇到苦难 第一个人会问 为什么是我呢 我做错了什么呢 所以你做妈妈最多的时候 当你儿子很远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做错了什么呢 我们会问一个why 就是为什么 辅导学教人什么呢 从这个why 去哪里呢 去那个how 我要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我不再问为什么 问怎样 但有些人一世 真的不眼闭 就是为什么发生在我里 再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所以 这个问题回答不了 然后呢 就整世都苦瓜 就是我命苦 命苦 甚至说 你不要跟我聊太多 我会惹你 你又不见我 我见到我更苦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不要跟他说话 闷着你 有些人有这个感觉 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事 就是问 做错了什么事 我记得我太太 但是第一晚一刻 他知道自己是胰壮癌的时候 他就问我 我做错了什么事 其实这个答案 如果你想找 不容易的 但是我怕 就是你会解释 为我做错了东西 我专注罪业 所以 我就算祈祷 神不会听我说 全世界 如果那些人拜神 中间上的人 都很害怕什么呢 得罪神灵 他一定要罚我的 如果你有这个感觉 你今天要听一下 是不是真的要罚你呢 要你今天说 是的 我现在减肥肥就越胖 比以前 即是击死我了 叫定学什么心理 我儿子比以前还比以前 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发现到 很多书看完了 教你快乐 看完了之后 还不快乐 因为那些书很贵 花了很多钱 我慢慢想想 其实那些东西 为什么要发生在我里面呢 很多人还在问 你知怎样解决呢 第一次在合一堂 四个礼拜前 胡美宜小姐 当我和她聊天时 她都问这个问题 我就有个建议 她本书又说 那个建议是什么 就是你把这个遭遇 这个遭遇 交给上帝 我就问她 我说你买个楼了没有 他说买过 我说你卖个楼了没有 他说卖过 那就行了 你知道买楼买楼的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转名 转名 已经由是你的变成不是你的了 也有时候不是你的变成是你的了 对不对 你的人生困难就是你要转名 把那件事呢 觉得这是神跟你一起面对的 转了个名 是妈粉的 联名户口来的 你会认得很多 如果你说是 你自己认得很辛苦 真的有证据的 你听过摩西这个人吗 听过吗 如果你看出埃及记 第32章 是说什么呢 说上帝和摩西说 他说你这些百姓很败坏 很差 我要降和给他 你猜摩西听了之后是怎样的呢 摩西真的很厉害 他令到连上帝都后悔说这句话 哇 这么厉害 你猜摩西怎么说呢 摩西说 你的手带领你的百姓出来的 你不要对他们这么生气 摩西那招很厉害 你说是我的百姓 是你的 你最能跟你的老公说 儿子也有份的 是吧 即是说 上帝听完摩西这样说 这些百姓是你的 是你的 即是圣经这么说 耶和说后悔 于是就不把和降到他们 所以今晚就说 我真是很苦 那你告诉上帝听 你负责我的 我的父属于你的 我和你两份 人生最痛苦就是自己摩下了那些苦 你做家庭辅导 很多妈妈 摩下了孩子的问题 经常说 我老公我不让他碰我儿子的 但偏偏的问题就是 你老公因为不碰 所以你儿子作威作福 说你浪费 看看他 他支持我的 他让我自由 他是自由党的 有时候你发现到 你儿子就似着 有个人保住他 所以他就很差 很差 所以问题就是 你把你的困难当是你的 还是把这个困难交给上帝和你两份呢 这个就是信心 你肯不肯 但是说明 我想起这件事 我想起我的朋友 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 本来是很苦的 都让我笑出来 你猜他怎么样呢 就是 他一发现自己生患病 他年纪都很大 六十几岁 他第一个人告诉谁 就告诉他的亲家 他亲家是一个 美国很出名的医生 你猜他亲家怎么帮他呢 我趁家没有医他 我趁家说 你要做手术的 你知道化疗后 你会光头脱头发的 他说哎呀 激到我 本来病已经很痛苦 想起我快要光头 哎呀真是惨 接着他告诉他老公 他老公哭 他老公从来都没哭过在他面前 一个男人 突然知道自己 原来娶了一个光头的人 老实说挺难过的 真是很难过 他老公哭 当然是同情的 不是看不起他同情 这两个夫妇 真的很伤心 叮咚 最后这么欲酸 于是他怎么做呢 问他亲家 喂 有没有东西可以 不光头的 这样 打发疗 他亲家很快就回答他 他说戴假发 他说谁都知道 戴假发 怎知道他亲家 寄了一个礼物给他 你猜他寄了什么礼物 不要寄假发 他女儿已经买了假发给他 你猜他亲家寄了什么给他 这个证明了人给你的安慰 有时候用不着 那个亲家以为很聪明 他这个做法很聪明 不过没有效的 你猜是什么方法 我们经常都用这个方法对别人 这个方法就是 那个亲家 寄了一本书给他 一本很大的画册 画册 全部都是 拍光头 的 先听说 的美女 年轻的美女 这些不特别的 光头的 给他 册一句英文 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看看他们多漂亮 不用怕的 这样子 他看了之后更激气 更激气 当然了 这么漂亮 那些人都不介意他光头 我成七十岁 你知道吗 人的安慰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想哄人开心 就说 不用怕的 可以漂亮的 你想想他的处境 不是他的背景 我想告诉你 有时候我们以为很痛苦 想人安慰 有些人真的很耐力安慰你的 不过你收到 就不是安慰来的 还怒气很多 后来他告诉我 我听说 你那本画冊 那本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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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哪里 他说 他就丢了 我说 是啊 你也很痛苦 是啊 看一次 激气一次 我说 是啊 真的 我都受不了 如果别人送这本的东西给我 受不了 后来他问我 他说 他是基督徒 他说 上帝会给我癌症 还会给我们光头 让我老公哭 他说 余先生 你做辅导 我想你 指定 你不要用辅导安慰我 你用圣经安慰我 帮助人 面对光头 不要伤心的 你介绍一些圣经我看看 我说 这样 我还没试过 我们很好谈 我跟他很好谈 因为他这个人很有趣 我真的很喜欢这些人 他说他小时候 他睡不着了 他成家都是基督徒 他妈妈为什么要帮他睡着呢 他教他 他说 你当现在躺在棺材那里 那你就会睡着了 真是很有趣的人 这个妈妈教得挺特别 挺特别 所以呢 他一问我 他说 你用个方向教我 哇 可以 你看整本圣经看完没有 没有 有几十年 只看过死福音 诸如此类 我说这样 我教你看圣经 我说你知不知道圣经 也有说一个人 明显他是光头的 还被人笑他光头 他说是什么 在哪一段 我说 我说有的 你看一段叫 《列王记下》 他说是哪里的 我说是旧约 他就自己找 《列王记下》 我们看看第二章 你一路看下去 你看到一个光头的 是先知 是吗 有个先知光头吗 真的有的 那个人叫 伊丽莎 伊丽莎在去八特里的时候 被那些小孩在路边笑他 他说是光头老 当然了 伊丽莎就就座这些小孩的人 竟然出现了什么情况 挺恐怖的 有两只红人 走出来 撕裂了42个首歌 哇 又得罪了先知 那么让人害怕 当然这件事不是说先知残忍的意思 而是说 在 人看上来 人家是一些缺陷的感觉 但是如果一个人这样看不起人 实际上来说是很不得的事 他看完之后就觉得 哇 这么厉害的先知 莫非我 学义尼莎 我说不是 我只是讲故事 讲一段这样的事 接着他说 那你怎样帮我心情好一点 哇 你看第二段 真的要看了 你看 《列美记》十三章 四十节 一台 你猜他看到什么呢 他就说 凡身脱头发的 脱头发的 就是仆头 就是光头 但是 他仍然是结症的 就是说我们不可以用别人 头发小 没有头发来烧别人 在神眼中里面 每个人在乎 你的内心 是不是清洁 是最重要的 他看完之后 哎呦很有意思 我回去看一看 我想告诉你 有时候我们要靠什么呢 靠一些鼓励 是有用的 不是送一本光头的书给你看看人家怎么漂亮 不是这些东西 心灵要回心灵的医治 你不可以拿一些搞笑的东西 看一场笑片 就解决了你没有喜乐的问题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我想想 为什么我遇到这件事呢 其实答案是在今天的圣经说的 18节说 我心如果注重罪孽 他不会听我说 不过千万不要看完18节 他就蓋上一本圣经 说上帝你不是在罚我 我做这么多糟糕的事 第19节 哇 突然间好像灯了一样 19节怎么说呢 他说他 曾以 听我的祈祷 很留心听我的祈祷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祈祷呢 当然第20节就解释了 因为他不推我的 我有东西要靠他的时候 他不推我的 他还不需要的慈爱离开我 哇 你看完之后 觉得一个很美的脈絡 我们怀疑 但是他不是 他对我这么好 他这么好 你有没有使用这些经验呢 我想今天 用回今天的经验给你听 刚才我去九龙城浸讯会 讲一个家长讲座 很有纪念 一年前 一年前 我在九龙城 我在九龙城 教会邪对面有一家麦当努 有一个旧朋友约了我 他说你在那里讲座完了 我们聊聊天 我好客气 这个旧朋友是一个读完神学的传导人 在做传导 但是他的经验不是很快乐 他也在找自己应该帮什么人 但是他试过两次在不同教会做 他发觉自己不是做得很出色 或者其他人不一定很欣赏他 他也在怀疑自己不是很适合那群众 他很难受 你知道 我自己是神学院的工作的辅导主任 这是救生 他找我也是意不容辞 跟他聊天 接着他告诉我 他说姨先生 你知道我的情况是怎样的吗 已经没做了几个月的事 我迹速 一路一路 将近缘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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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是时候 你还要等 接着他说 我没钱了 但他说这件事 他说 有一天 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他在一间办馆 就是他的女儿 他想买东西给他女儿 看到什么?看到一只牌子 挺出名的 一盒蜜堂 一盒蜜堂 他突然想一想 我回家买了蜜堂 拿回去给我的女儿 怎知道突然摸一摸袋 不够钱 我相信你猜到 刚刚不便宜 当然不是贵到几百元那种 不便宜 但纯粹是一个感触 就是 为什么要轮到这种地步 我是传道人 我帮那么多人去信耶稣 带那么多人去教会 竟然我的遭遇 是到了这样 就是他见我之前的上午 我下午 我不知道这件事的 我们聊天 最近在找哪里做事 聊天 我刚刚在九龙城上会 去年说完一个广座 就见他 他说 哎呀 我现在真的很想快点进去做 为什么什么时候 我说 我都遇到很多人找工作 都会找一段日子 但问题是怎样用得好 等的时间 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进修 或者做一些家庭 可能需要你帮忙做事 他说我全部都做齐了 第二天就坐在那里等 接着我就说起 我说 哎 不要说这一笔了 你猜我怎样呢 我说 我很轮盡 什么轮盡呢 就是我赶着去街 但是别人呢 那间教会 九龙城上会 送一些给我 托手扔脚 不如送给你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是一个袋子 纸袋 装着的 教会送给我 就当是给港元的礼物 送给我 我说你回去看看 我想那些是食物来的 他打开 就是那个蜜糖 直接是那个牌子 直接是那个大小 就是那一套 哇 他的眼睛飙了眼泪出来了 飙了眼泪出来了 飙了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说可能 上帝叫我 转送礼物给你了 我都不知道 别人送给我 他拿着这盗蜜糖 他说 我不怕 我不怕 我想上帝会照顾我家 我不怕 你会说歧视是什么呢 歧视就是 我相信他绝对 在教会说了很多次这个见证 所以我可以撿他的口水尾来说 后来 一个星期后他见供 还在那里做 而那些教会 就是我跟他在麦当劳聊天的 对面马路那间 就是对面马路那间 就是对面马路那间 我想你有空去走 你就知道那间是什么了 我不说名 有时候做基督徒 答不了一些未信的一个问题 就是 喂 你信耶稣 又不想上帝帮你脱贫 你就是这么狂 又不想帮你换楼 帮你换车 什么都没有 那也没有什么关照你的 真的很多人信 很多人害怕 我记得有一次在降福堂 有一个师兄跟我说话 他有一个医生 他现在跟我说什么 他说 喂 余德纯是这样 日日如果我死了上天堂 说认识你是不是更容易 就是更容易入 你以为是入喇沙吗 喇沙也不行 有很多人当上帝是生神仙 而你不行 他什么都帮你 是的 他什么都帮你 不过很多基督徒回答 他说 就是一个时间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很沉 上帝的时间表 in God's time 不过我又告诉你 对不是不对 不过不要常用这个答案 不要常用这个答案 要不然我们慢慢的脑子 就改了一个答案的真正意思 就说上帝每次都是迟的 例迟的 这个是危险 因为我们当了 例迟是唯一的答案 那就糟了 好像你控制了 你要等下的 你当是葵方美心等位置 你有个危险在 这个是危险 我相反的问你 你看约翰福音五章五节 耶稣医那个三十八年 躺在那里不能动的人 然后叫他拿那个肥肉行走 我反问你 那圣经是说什么 那天时安息日 拿一个肥肉行走 是不行的 但是耶稣等于用这个方式去医治他 为什么耶稣不等安息日之后那天呢 物重循规道举 耶稣要挑战这件事 调转头 提早依利 在上帝的眼中 他看的急和你的急不同 未必等于他拖你 有时还比你想要快 不要当他一定是迟 不要当他 他可以迟 可以早 都是在他手上的 是吧 在他手上的 要不然我们的信心 很容易会打折头 经常都说趁着这段时间 先玩一下 先等一下 不一定 需要在哪里 他知道 他知道你要快 他就会快 这个是真正的信心 要不然他搞错了 可能你说 你可不可以多说圣经证明这件事 我有圣经证明 你看旦尔利书 你听过旦尔利的名字 有没有人叫Daniel 旦尔利 旦尔利书说什么呢 说他 发了一个梦 他在波斯王的时代 我甚至在这里读主学的时候 很喜欢听先生说的 我常常都会发不到这些梦 大增战 大增战 但尔利是想知道为什么 想明白为什么 他怎么做呢 他就是 不饮酒 不吃肉 三个七天 即是二十一天后 在等祈祷 后来 他就知道了这个大仪像是为什么 但不要忘记 圣经怎么记载呢 他说 神呢 用他的试字来跟他说 他说 我在你 第一日 专心寻求明白的时候 我已经答应了你了 我已经答应了你了 在第一日我答应了你了 不过在第二十一天你就明白了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成世人现在很痛苦 你说 等那些全部都不出来的 但不要忘记 出现那天 跟 答应的那天 可能是两天 是有距离的 但他答应了你了 我刚才跟一个家长说 他儿子想要一部手机 那个家长就说 你勤励读书 我买给你 但是还没买 但我问你 你家长会不会买呢 如果你勤励读书 他会买给你 他是答应了你 还没给你住的原因是什么 你还没读书 你还没读书 即是说 专心寻求 是你的责任 但是上帝答应的时间 在你问的时候 他答应了你 他答应给你答案 但不是现在 但你记住 英运这个字很厉害 很厉害 基督徒的信心在生活里面 就是靠被答应了 所以我们有信心对我们的病 我们的穷 我们的家 就要对自己的健康 任何东西 你想想上帝答应了照顾你 有时候我想 这些事 在香港的世界 很少人谈这些事 很多人都说 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就不可以 很多人是看眼前的 信耶稣是看什么 我有一个应许 我会有安全 我会有幸福 甚至到我最困难的事 上帝是我的避难的地方 我有地方 我不会乞食 我不会等死 你如果想到这样 这个字是信仰 可能说外面的人真的不明白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还没信耶稣 你放长眼睛 看基督徒的收场 慢慢发觉到 很厉害 看着你 风生水起 其实不是风生水起 是那样东西的出现 开始出现 你看见他的家庭 初初七角这么乱 最后你会看到很多人回来了 你又看到他好像 病到颜绿色 但是他的功用没有减少 他还可以影响很多人 反过来他会影响很多人 信了耶稣 是那些好人好者 大大只那些 反而是受到五颜绿色的基督徒 影响了一个大大只的信了耶稣 有时候这些奇妙 就是上帝的作为 可能你说很好听 我真的很想这个感觉 我想有这个遭遇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如果你真的看完这段 我就问你 刚才摩西是说你的百姓 你领出来的百姓 你不要加害给他们 你不要生气他们 但是《新约圣经》 就不是说百姓这个字 是说你的儿女 哇 厉害 你看《希伯来书》 十二章第七节 哪里有儿子 不让爸爸管教的呢 今天你的身份 你是上帝的子女 他怎样不会是你子女呢 就算你看《勞加福音》十五章 那个浪子回头 他衰得尽 他也是个儿子 虽然他很惭愧 但是也是个儿子的身份 所以你记住 你信了耶稣 你有一个被他接受的身份 这个身份是令你保障 一个身份 所以很多人在香港都说 有没有名分 就是说这些 是吧 名分是令人有安全感 但是记住 有些名分是 其实很快就最不用都可以的 上帝那些 是真正的名分 永远不会掉下来的 可能你听到这位置 你说 哇 真是很好 不过呢 第二十节 他不推却我 没有令到慈爱 离开我 我问你 你说听完之后 我好定了 我出去打江山 不过又告诉你 患难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是必经之路 我没试过 没试过就快就有这种意思 就是说 不要 没有也有可能 短命就可以了 即是说 哇 这样啊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研究问题 患难 是令到神 是被人更加重视 他可以解决患难 这是神的荣耀 患难对得到灾难的人 是令他改变他的心境 他会更加活得精彩 和活得更加好过以前 所以你看到很多有难过基督徒 如果他凭信心给上帝帮了之后 他会活得比以前更精彩 是可以的 如果你不信 我又举个例子 很少人看《文数记》 你看《文数记》 《文数记》 那些人就说 那些人很厉害 我们去那里送死 但这两个人 约书和交流就说 我们不要怕 我们应该去 不足之 没人听他的意思 这个问题 放在现在你的处境 是很相似的 有很多人是习惯了 人生用避难的方式 避难的方式 我认识很多家长 他说那间先读着 一旦不行 我已经有下一间 见了他 接着说 我交了几遍学费了 不行就那里 有些人拿钱 来做避难 但避难的危险是什么呢 走到没得走就没有了 你信不信 世界真的不是全部 都有下集 有得走 有些没得走 没得走就玩完了 有些人就不是 有些人就说 最好的办法 就是早点知道哪里有难 就不要去 所以很多人都说 喜欢刨书 看什么呢 看烧灾解烂 甚至最好看通性 看什么 猜到今天好不好日 不要出街 有些人写信 出街会很危险 但是心理学家计数 最多人写就写家 即是说 街坊是不一定的 有些人想一想 家里也不要去 不要去哪里 真的没有的 你会想想 你能走到哪里 走到哪里 但是奇怪的是 用逃跑的方式 人生是大部分人的特征 大部分人的特征 巨人是困难的 有没有人去 我不怕 我要大胆去面对这个巨人 你要想想自己 现在你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不用逃跑的 你还在继续面对的 你有没有 起码第一个人在你家 你今晚还要回去 但是你去到那里 见到那些人都眼冤 你都很难得你肯进去 但是你都没有逃跑 有 那份工很明显是 你说我想做的 不过这么多法国狼 当然去做 你没有逃跑 不过其实你是很不喜欢做的 你经常都在看着 然后发达 有些人逃跑就是老板 经常都在想 他快去死吧 有些人很恨他同事 经常都说 哎呀快去掉了他部门 但是我以前做职业训练 很多人告诉我 最忙的那个走 永远都不走 最不舍得走过很快走 这个就是人生了 他说我很多朋友在其他部门 当时都很朋友 我最恨现在都在那里和我一起做事 你可不可以掌握到 真的掌握不到 反过来就多 你想着好些 更坏的以前就有很多 所以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什么都不要想 做多就错多 不如不要做 这个反而是你 迟一步就会做这件事 又逃难 就变成了 我不问世事 对任何人都是冷漠 冷漠 喜不喜欢呢 其实真的不健康 我做精神科的时候 很多冷漠的人 心态是变了 以前很好谈的 甚至很多时候想参加的 现在变成了一个隐蔽的人 任何人都不关我事 连香港新闻都不喜欢看 你有没有试过一个时期 报纸 新闻时间 你绝对不想看 有的 当你心里没有心情的时候 这事跟什么事 倒楼也不关我事 如果你到了这样的处境 其实很危险 你下一步 最不喜欢的人出现 那就是你自己 开始你厌食 你没有什么有心机 没有什么有心机 所以我经常觉得 很多人 好像已经死了 不过还有气头 所以我们叫做半死 或者叫做死死下 你说死死下 很多人会在死死下 就是我没有什么有兴趣 你去哪里 去哪里 我都不去 就是死死下 所以人只有两种 有种是真的断了气 有死亡症的那些 有些是未发症 不过是死死下 他都承认的 他承认的 你不觉得很惨 真的很惨 因为是他选择的 他选择死死下 其实他绝对可以不做的 不过是宁愿这样 因为以前的东西 已经令他没有了希望 没有了希望 他这个世上什么都会推却我的 我能求谁 叫谁 他们都不会理我 所以我都用冷漠 来对我的人生 其实这些人 十字车都救不了 你去报警 什么病 没有啊 什么事啊 想死啊 即是说 那个医生被你搞得疯了 你想我治你哪里 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如果你到这些心境 你会明白 这个世界有很多这些人 晚上睡不了 上班就睡了 所以你问什么 他都不会回答你 因为其实他是未醒的 不过他抹开眼睛走路 这么恐怖 有的 有的 他真的从来都不打电话给你 不理你 但是他的生命 已经近乎是 好像圆了 好像圆了 你喜不喜欢这样的过活呢 所以有时候人呢 要有一个奇迹 就是 有没有人其实 还是想着我的呢 他不推我 还叫慈爱 不要离开我 就是有没有这个人呢 如果你说人生很惨 我记得普京 俄国 以前 现在也是 他有一次差点被人暗杀 他说了一个名句 这个名句很轰动世界 他说 如果害怕 就不要活下去 就是如果你在人生里面 每天都害怕 不如你不要做人 他说人生就是面对很多恐惧 恐惧本身就存在在人生 如果你害怕 你不如不要做人 他是在他自己差不多 差点被人谋杀 之后说这句话 他每天都在面对 谁知道何时会出现害怕 到处都有可能 东南西北方向都有 你怕不如不要活下去 但是我遇到另一个人 我的好朋友 罗维娟小姐 在他家里 我们在谈他的桑礼 他在那个片段 一直看 我一起说 这段保留 这段不要 一直谈 我没见过一个人 用了最后的日子 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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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聊天 是说些什么 说些 我想介绍给你听 我现在不是很惨的 我还在等候有一天 我见到上帝面对面 甚至告诉别人 人们还有希望 每天都在想制作这个节目 我每个星期去 有一晚 最后一次见面 我问他 我说 我们谈下去 谈不完 因为我想写书 我们 但那本书 也很难写得完 我说 不如这样 想个快点的方法 那时候他说 好啊 拍片 拍到一段片 到晚上 突然间 哎呀 是这个钟数 七点多 他住在山顶 不是山顶那种 是山顶的 他说 哎呀 糟糕 我说什么糟糕 那时候只有我和他 和工人在家 我说 我不懂得开车 怎么走 你可不可以帮我叫的士 让我走 他说的士 对这个地质很陌生 未必肯来 我怎么办 他说一句 他说 我车你下去 我人生第一次听到一个临死的人 很瘦 很弱 车我 落金钟 我说不好意思 他说不要紧 他有目的 我上他的车 一直开 我心想 没理由我害怕 他也不害怕 我害怕 是吧 日无其事 一路聊天 哇 真的好闭 一路的弯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路 一路闭 因为我 叫的士上去 日头上去 晚上都走不到 谁知道这个人 说了人生很值得你学的东西 他说 其实我想珍惜跟你聊天的时间 我们以前做的事 包括拍的事 写的事 任何题材 有记录的 你随便用 你随便用 如果能帮人的 你随便用 我很想 你帮我 帮多些人 用得到这些东西 到将近金钟的时候 我说好啊好啊 是最后一次见面 最后一次握手 隔了一星期后 他死了 回到新加坡死了 但在我眼中 这个人是不是惧怕 不敢活下去呢 刚刚不是 他赢了惧怕 连巨怕 反过来都怕他 一个人连死都不怕 都不怕 还是积极到 怎样用到他死之后 仍然用到的东西 就是说 我怎样可以继续 继续我活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力 再继续想这件事 你看《活在地上》的书 我当时和他写 后来换了第二个写 我们写了很多人 在里面 但难度很高 如果你说 如果我儿子草老婆眼闭了 或者有些人说 如果我死得好 眼闭了 你看得很短 只看到你的命 这个基督徒 生命的宝贵 虽然死了 仍旧说话 还有影响力 还是不舍得 还是不舍得 还想到什么 继续做下去 继续做下去 哇 你会想到 原来上帝的爱 在你的生命里面 被人看到什么呢 看到那种坚强 那种坚强 那种坚强 你有没有试过 劝一些人 老公或老婆 甚至子女死了 见他坚强 教人坚强 有限度 因为教人那个人 他自己都在哭 之后有时候 人不容易令人坚强 除非他里面有力 那种力是很强 令到他还站着脚 还在 这个是一个神迹 但这个神迹每天都有 就是当你接受 神真的在你心中的时候 你这个人和你平时的人 是两个人 完全不胆怯 完全不害怕 你会说学压力管理 其实压力管理是教我们 遇到难的时候 有多少种反应方式 今天讲这个方式很好 就是你知道哪个不会推你 你找那个 我最近 讲一个讲座 有个人跟我说 他说 我女儿很不听话 我真的很多年 跟她有个死结 所以我说 我介绍一个辅导你认识吧 他说不要 我想跟你说 我快要去加拿大了 我跟你说一次 然后 调隐 我有牌子回来跟你说 不好意思 你找另一个吧 然后她的朋友打给我 他说 他很值得你帮的 他那个问题是什么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他真的很惨 然后我说 我找个快点来帮她的人 然后又有人打给我 这个人很厉害 这个人说 这个人真的很好人 在我太太去世的时候 她两个夫妇来殡仪馆 给我很多鼓励 出到这个我真的受不了 好像我欠了一个人情 殡仪馆的人情 我不帮她 只是失礼死人 唯有帮她 好吧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 见一见 最终呢 在教会门口 那个介绍人 那个人 还有我欠了一个人情 殡仪馆朋友 三个人 一坐下 他说 很多谢你帮她 说她的困难 一直听 你以为我想起什么呢 当然我肯定没有耶稣那么大爱心 我想起 马尔福音的记载 现在 有个坦的人 他四个朋友 抬了她 屋顶 调她下来 我看一看 坦坦的 差不多 这几个人陪她来 这么好的 我好像明白 为什么耶稣 要医她 因为见到她的信心以外 还有一班 这么好 这么为她的人 这么为她的人 本来你不做的 都要特别 特别对她好 有时候你要想一下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不抵 耶稣帮你的 但如果你的信心大到这样 而跟你一起的人 都跟你一起 在神的眼中 看法不同 他会觉得 他都不舍得不理你 有时候你想想 那些人 相反的 我看见那些人 是相反的 我帮他找工作 帮他帮他家人 但是每次 打第二次电话 就说 我想我还是不去做了 很烦 竟然开了门 还求人请 那人不去 你会说 那些人不去 这个决定在哪里 决定在哪里 决定在我们那里 不是环境那里 有时候是要接受你的 接受你的 你不去 你用推 我想可能都是不去 有时候在人的心里面 是我们今天的挑战 最大的敌人 是我们失了信心 我们不想 我们真的不想 不过我说到这里为止 可能你说我今晚也要祈祷 好像弹义你那样 专心寻求明白 你行 你真的行 但是记住 有一件事的障碍是很大的 当你刚刚开始这个信心 我害怕我们 我跟你都一样 有一种骄傲要对付 慢慢觉得就是 上帝我只是想你 做第一步就可以了 然后我自己也挺有功力的 你跟我打个招呼 我把他搞定了 很多人在这里死火 我告诉我死火的故事 挺有趣的 我太太去世之后 很感激一个医生 这医生就是和我太太化疗电疗 一个基督徒医生 在我太太近乎失了知觉 有一晚一刻 他六点钟 就去到医院 见我太太 还说什么呢 还说 多谢你 给我一个机会 我这么早起床 Encounter God 那天是礼拜日早上 那天是礼拜日早上 我五点多打到他家 他竟然间 真的飞车走来 我说不好意思 他说不要紧 不要紧 我很喜欢他 到我太太去世之后 在殯儀馆 他又来 他来跟我说 早知道 早点让他进医院吧 可能不用搞成这样 我说你不要放在心里 我还安慰这个医生 他说 隔了 足足三年 我太太去世四年半 有一天我去跑马地 我真是化灰认得他 看到他在地面 我真是想走他 多谢他 怎知道呢 他在吃豆腐花 医生吃豆腐花 都是奇境 拿着一碗 在那边摔下摔下 我说不好意思 我来看他 突然发觉到 咦 他不知道吃豆腐花 在看楼盘 楼盘 我说咦 不如今晚严嫁他 他也好 我说叔叔在电话亭里面 我看着他 隔着有个女人走过 跟他聊天 接着 那盆豆腐花 给个女人吃 我知道是他老婆 老婆在商量 我心想 难道没钱 买房子 找便宜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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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两个聊天 跑到电车站里面 立即跟着他 自问的偵探術都不错 接着便宜了 接着便宜了 怎知道 真的被他玩残我 原来他丢了那盒豆腐花 的盆子 然后回头 我立即缩到地产店里面 看不到我 接着呢 他两个又去谈 我说他真的很坚 他想买房子 接着他再走 跟到尾 那间私家园的停车场 我说玩完了 原来这么多东西 今晚看了这么多 我很开心 你猜这么开心 今晚做了一晚偵探 我打电话给我女儿 我跟踪了很多东西 陈医生 我调过去看他 我女儿说你很厉害 很厉害 CID可以做 我说肯定是CID 我就走了 我过马路 有个女士 走过来 余德顺 余先生 我说是哪位 我经常听你讲talk 我说是呀 你住着头 他说是呀 接着他说 余先生 怎样你今晚在泡沫地 走来走去 他问我 为什么你今晚在泡沫地 整晚走来走去 原来我一路钓 有个人在那里 整天看着我 整天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好 我说是呀是呀 从此我飞走了 再不敢进那个框 两年了 我都再走那里了 我想说这个 林元祥的笑话 你听听 有时候人看自己都很骄傲 你以为你看到什么这么厉害 天机 你以为自己看通什么 其实不是 谁真的看得你很清楚 你那些鱼的东西 是上帝 他知道 所以你想想 你说我认识 其实有限度的认识 你说我解决到 有限度的解决 是不是全部你手中掌握到呢 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时候我们的子女很羡慕我们 很佩服爸爸妈妈 但有一天 他发觉到爸爸妈妈的限制 包括老了之后 懵懵的 甚至很精神的日子 其实他都不过如是 他有很多限制 所以希望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都明白 信了耶稣的人 不是代表了三头六臂 只不过他知道一个有能力的上帝 是用不推却 不叫慈爱离开他 你感觉到 所以今天他这么快乐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限度在哪里 他就不需要网求人生一些东西 所以他这么平静 到日子这么快乐 我会想到你 他会想到你 在哪里 在哪里 你会想到你